这是K60制准版的发布现场 这是K70制准版的发布现场 同样的定位 同样的价格 K60制准版是当年中单机全面的守门员 而K70制准版似乎没有获得这样的喝彩 竞争越来越激烈的今天 是红米守不住了吗 大家好 我是艾否的新主笔蓝白 我们找来了K70 Pro A43 Pro和Realme GT6同台竞技 希望能回答这个问题 K70制准版的外观继续沿用在MIX4的3上 验证过的等圆角相机戴口设计 镜头圈模组换用了价值200万设计的圆角矩形 K70系列开始普及的金属中框 制准版这次也没有落下 不过Pro系列使用的亮面金属中框 被换成了K70E的塑料边框同款磨砂面 高级感有所下降 细心的观众会发现 K70和Pro的三维是完全一样的 而制准版比它俩是宽了一圈 这是因为制准版在相同的机身里 额外添加了IP68级的防尘防水 是这四台机里面防水等级最高的 K70制准版最受关注的地方 依旧是搭载的发哥年度旗舰SOC 天机9300加 这颗全大盒设计的优 对比另三台清一色搭载的骁龙霸卷3 理论性能究竟如何呢 我们常规测试了这颗9300加 搭配制准版的LPD5X 8533内存的性能 Geekbench 6里9300加的单核分数 在2296分多核7536分 对比K70Pro的骁龙霸卷3 单核领先6%多核领先9% 理论跑分可谓是全面领先 GPU项目测试里 9300加的这颗发哥魔改马力G720 在老管线渲染的GFX Bench里 用平均14.2瓦的功耗 讨出了94帧的成绩 相比之下 K70Pro的骁龙霸卷3 用较低的平均11瓦功耗 讨出了同样低的80帧 3DMark WLE项目中 K70制准版以11.5瓦的平均功耗 拿到了5176的高分 高于K70Pro 11.9瓦 拿到了5028分 A43Pro和GT6则分别是 更低的4951和4856分 新渲染管线的3DMark SNL测试项目里 K70制准版平均功耗8.1瓦 1926分 K70Pro平均功耗8.2瓦 却只有1700分 A43Pro和GT6甚至还不到1700 考验光追性能的3DMark Solar背里 K70制准版就吃瘪了 卯足了劲也只能拿到7780分 K70Pro则可以轻松来到8000加 相同功耗10.8瓦下 甚至能有8477分 A43Pro和GT6分别为更高的8640和8550分 看来9300的G720无论是旧管线 还是新管线场景都能如鱼得水 但发哥的第二代移动光追引擎 在光追性能上还是略逊于高通 考验散热场景的3DMark W1E循环压力测试里 亮度拉满室温25度环境下 三台手机的跑分稳定度都差不多 但机身温度就差异巨大了 看温度能发现 制准版是这几台里面策略最保守的 这时候有弹幕可能会嫌弃一家和Rio密发烫了 我得补充一句话 它俩测试的时候 屏幕全程盖满了800和1000尼特 采取的是宁可降频也不降亮度的策略 毫不夸张的讲 我跑完压策把手机翻回来的时候 像吃了颗闪光弹一样亮 那K70 Pro呢 四台手机同侧的时候 它居然闪退了 我数据呢红米 通过热层向仪回放可以发现 背面温度最高已经飙到了53度 远远拉开了其他三台机 红米在这过热保护 情有可原 这也让我好奇K70 Pro的功耗到底给了多高 于是我把两台红米翻了个面 重新开始WLE压策 视频回放发现 K70 Pro结束第18轮后 在切回主进程进行下轮测试的一瞬间 屏幕谈了个似曾相似的过热提示 好在闪退之前 旁边的电脑把一切数据都抓全了 冷却后K70 Pro的信号也一切正常 让我们来看看44.5度的自尊版和53度的Pro到底差在了哪 自尊版用平均6.4W跑出了21.0帧 K70 Pro用平均8.1W跑出了22.7帧 这么看来 红米的功耗调度有点两极分化了呀 发个的G720空有很强的性能 但是自尊版给的太保守 K70 Pro反而是放开功耗让8.3跑 游戏性能是终端旗舰门拼杀水深火热的三层 我们先拿原神来开位 25度室内WiFi满亮度原神虚密声跑图 864P的分辨率渲染下 K70自尊版实测平均59.73帧 功耗5.12W 背面温度最高41.7度 相比之下 K70 Pro平均58.25帧 功耗6.4W 背面温度最高45.8度 差距能有这么大 我一度怀疑是不是哪里出错了 复车后结果依旧是这样 我选择的心终于死了 在感慨自尊版自尊版自尊天玑933家 调校这么用心的同时 我不免为红米的长线优化捏了把汗 K70 Pro才出到半年 就吃不上游戏优化了吗 剩下两台手机的原神渲染分辨率 是810P 数据仅供参考 A13 Pro平均59.9帧 功耗5.4W GT6平均59.7帧 功耗6.0W 看来一加砸进去一个亿 优化原神的效果十分显著 另一条赛道上 随着插帧算法的加入 让中端机游戏性能的及格线 开始向低功耗内卷 低功耗是非常考验厂商调教的 有句话说得好 直线加速谁都会 弯道快才是真的快 K70制裁版搭载的狂暴游戏独显第一 是图帧功耗的电视芯片 还是超分插帧确有其用 刚好有纯用8.3跑算法实现超分插帧的K70 Pro 和宣称原生120帧的A13 Pro 这下对照组和实验组都有了 我们先测试下原神高附带场景超分额插帧并发的表现 自转版开启并发后 从点对点的1200P 40帧插成了120帧 功耗5.6W K70 Pro不能并发 却有个蓝牙连接官方散热背夹后 解锁原生1200P 60帧的选项 此时功耗来到了恐怖的9.8W A13 Pro开启并发后为810P 120帧 但功耗7.9W 肯定不适合长时间开启 不过值得称道的是 如此高附带场景下 A13 Pro的触摸延迟 却是我认为三折里最难感知的 甚至比原生60帧的K70 Pro还优秀 搭配散热背夹后 唱完不是问题 自转版的保守并发策略 属于更通用的那一类 适合常驻且随时开玩 但无可置疑的是 二者都完胜了纯算法的K70 Pro 以往的游戏芯片 只在高负载下才有优势 如今在低负载下还同样管用吗 只开插帧不开超分 原生864P下 K70 Pro从45帧插帧90 功耗5.5W 自转版从48帧插帧144 功耗却只有5.3W 比Pro高了54帧还低了0.2W 可以看出游戏芯片加持后 确实比纯算法有用 加上K70自转版的均热 也比K70 Pro均匀 这个附载下 自转版的握水手感会更加优秀 在一些首部程序较高的游戏里 会有额外的加成 说到首部程序 那就要说到绝区0了 这是一个非常是CPU单核性能的游戏 理论上 9300加的超大核会比8.3略强 结果不用猜就知道了吗 当我把四台手机分别跑了20分钟的观音广场后 结果却远不止我们想的那么简单 K70 Pro前两分钟 超大核顶满了3000MHz 用8W的功率换来了58.8的平均帧 但两分钟后 超大核频率腰窄 最终成绩收跌5.1W 41帧 S3 Pro平均6.2W只跑出来46.4帧 查看调度发现 超大核一分钟切了48次调度 真新电图调度 跑出的时候半部一卡测试难以为继 就不继续为难一家了 等再拨款一亿一家定能多回宝座 GT6靠超大核全程力大飞转硬是撑坐的帧率 平均7.1W跑出来52.6帧 而K70制装版平均4.9W跑出来43.6帧 虽然功耗给的有点怂 但平均增功耗算下来 比三台8.3都更优秀 作为刚面试的重负载游戏 厂商没有时间放进白名单内作优化 是情理之中 但这个测试能很好的反映出 不同厂商对待白名单之外游戏的策略 一家的调度属于神鬼二向心 红米的调度除了顶买就剩摇窄 realme朴实无法大力出奇迹 而面对茫茫多的手游 用户是没法指望自己玩的游戏 能被厂商主动失配的 选一个全大核设计的9300家 无论厂商调度再烂 也有全大核设计来兜底 是如今唱完手游的不二之选 但是红米不知道是不是怕WiFi信号不太好 功耗限制的比较狠 导致最终的帧率不如开放功耗的GT6 空有一声武力却难以施展 是K70自尊版最大的遗憾 除了性能和游戏 其他方面K70自尊版还能守得住吗 自尊版的屏幕相较K70 Pro进行了重大升级 从2K 120Hz升级成1.5K 144Hz 这时肯定有弹幕会说明明是反向升级 众所周知我们爱否一贯的意见是 手机PPI 1.5K完全够用 2K图增功耗 但为了打消一切疑虑 我找来了工作室的老师们 做分辨PPI的双盲测试 结果彭总和郑老师都猜错了 唯一答对的是凯文老师 实际老师判断滑动刷新率 看出的120Hz对应的2K分辨率 这属于作弊 不过也顺便证明 120-144Hz的变化 比2K分辨率降到1.5K还明显 屏幕的其他常规升级就简单过一下了 全屏手动亮度除了祖传的500尼特 还有个手动开启的阳光模式 可以达到800尼特 全屏激发亮度1100尼特 3840Hz加内DC调光 和462nm蓝光波峰 护眼方面一硬俱全 虹米还首次采用FIA屏幕内走线技术 做到了1.9mm的虹米最窄下边框 充电规格相较K70系列的120W加5000mAh K70制准版升级到120W加5500mAh 实测27分钟充满最高充电功率100W K70制准版还首发软硬件结合 实现零电秒开功能 宣称最快4秒点亮logo 我们实测制准版没电关机到亮屏确实只有4秒 并且30多码后就进入了系统 相比之下 K70 Pro需要3分钟才能正式进系统开机 K70制准版还首发了小米极含充电功能 零下10度充电提速100% 最低还支持零下25度充电 实测两台虹米在零下18度冰箱动延时后 自尊版的充电功率是4W 炮的充电功率也有2W 这么大的提升摆给我 有点不太好意思要 但虹米肯定不只做了以上脱裤子放屁的升级 K70制准版现在可以结合陀螺依数据 通过握持姿态判断前台使用场景 我实测下来变通霸边充电的功率是40W 完胜K70 Pro的6W 亮屏使用的充电体验这回有了保障 希望虹米可以在细化场景这方面继续加大力度 影像硬件上 自尊版的规格介于K70和Pro之间 三色的规格分别如下 拍照规格上 两台虹米和一家支持实况拍摄 四台手机都能拍摄HDR照片 但只有自尊版和GT6 进入最广泛的Ultra HDL格式 在其他手机和Windows上都能正确显示HDR 光照条件充足的情况下 A13 Pro的主色动态范围是不如GT6和两台虹米的 四台主色在树叶边缘都有紫边出现 多摄一致性上 自尊版和A13 Pro做的不错 K70 Pro和GT6各有各的偏色问题 并且K70 Pro的白平衡有时候会偏的离谱 长焦能力上 四台手机里只有K70 Pro搭载了原生长焦 5000万像素的光影电影400 成像素质碾压其他三台裁切长焦的手机 两倍人像模式里 K70 Pro的边缘扣像也是最准确的 A13 Pro和GT6的两倍人像 虽然说是裁切 但是也可堪易用 K70制装版干脆就取消了两倍人像 内置了个35毫米的裁切招乱糊弄过去 夜景拍照上 四台手机的主色成像素质平分秋色 高光压制做的都可以 最大的区别在于各家的色彩风格 A13 Pro有1加12下方的算法 GT6有OPPO联合调校 虹米有祖传的HDR算法错误 大家都有各自的风格 夜景广角不出意外全军覆没 要拍夜景的话就别强行为难这几颗配种广角了 以前我们总说虹米K系列是中端机的守门员 时至今日这个定位受到了其他厂商的挑战 今天给大家详细测试完K70制装版后 我觉得这个结论是得加上定语了 今年多了各式各样长版的中端性能旗舰可供选择 在拍照 做工 充电和续航上 K70制装版不再是差不多价位里面每一项都最优秀的了 但K70制装版在性能方面的强力表现 在我心目中依旧能担当性能游戏的守门员 好的 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所有内容了 如果觉得视频还不错的话 请考虑给我们来个投短赞 我是爱否新主币蓝白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